大家好 我是MIRROR 來到後島的 算是第一天 我們現在在參觀這個自形的博物館 這裡的所有東西 真是標本 然後我們現在在博物館看完之後 稍後就會看博物館裡面的東西的真身 嘩 超大的 它是真的標本 即是它是真的魚 很密的 你看到嗎 大家看到這個 是不是一眼覺得它是一個樹冠 但其實原來它是樹枝 它樹齡是2000年 我們稍後會去見它的本人 去見它的真身 所以它是真的嗎 標本啊 所以它是 它有驚嚇嗎 我也驚嚇了 全部人都驚嚇了嗎 我以為是恐龍 結果它說是鱷魚 我以為是有一個戰爭的 我們現在要看鬥牛啊 我從來沒有看過鬥牛 我只是在電視上看過 然後我一直都覺得鬥牛是一件極度危險的事 所以現在很緊張 我們這場鬥牛是會看15分鐘的 每個人入場就是15日圓 就是每一分鐘是100日圓 原來我爸擔心了 因為我一直以為是人 拿著紅色的布 然後鬥牛 原來這裡人是安全的 好可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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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看到它的本人有點緊張 他們開始激動 所以有很多人快著我們 他現在做什麼都覺得好緊張 好了我們已經看完了 那他們其實是沒有輸贏的 這些比賽的概念就有點像是牛版的雙撲手 那是會有一個輸一個贏 如果其他牛輸了的話 其實他就會走路 但是剛好今天這兩隻 都是不相伯仲 所以就這樣把它們分開 就完了這個比賽了 好了看完鬥牛節目 我們又來到神社參觀 這次其實是這個隱旗島 我們都看了很多個神社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看到這個找 就用八辯小櫻 大家有沒有同感 不知道 這個神社呢 都有這個繩 那他們這個繩是每年都會換的 那因為在欣其島裡面 其實每一個島每一個區 都有一個代表的神社 那這個神社呢 就是這邊後島最大的神社 我會吃橘子 可以現在吃啊 可以現在吃啊 為什麼 因為現在剛好可以吃 真的 太重了吧 你先說好 就是我教他們的 因為就是香港有一句話就是吃冬肝 肝就是柑橘類的那個肝 冰的肝 他說他也要吃橘子 啊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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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這是台語嗎還是廣東話 這是廣東話 請你吃冬金啊 集中 在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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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誇張 2000年歷史的樹 剛才我們在博物館看到那個樹幹 就是這棵樹的樹枝 它的原則應該要10個我才可以包到它 哇 是我見過最粗最大的科樹 然後呢 我們就是來看這些 它呢 叫做乳房蚱 為什麼會叫乳房蚱 因為呢 形狀好像乳房 然後這個形狀的蚱樹呢 只是在這裡才獨有 所以呢 是非常之特別的 都蠻特別 因為呢 我們平時看到的蚱樹 全部都是這樣 直一條 但是這個是有不同的形狀 這裡的孕婦啊 要那個牛奶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我是餵乳乳乳 哈哈哈 那個牛奶是什麼 哈哈哈 如果出不來的話 就是會來這裡 哦 還有這個作用嗎 八百年的樓樹 哇超誇張 這個應該是人生中 去過最入的一個山 我們還要是剛剛 落完雨 然後地上是很多這些 青棠 哇 我覺得是一個人生的挑戰來的 對我來說 因為我是一個不做運動的人 我是做夢都沒猜到 我會進來這些深山裡面的 是一個挺不錯的體驗 挺特別的 我現在要很專心的走路 要不然會很擅長 那昨天呢 就在神社道 看到那棵有成 2000年歷史的樹 那棵是第一大 然後這棵呢 是第三大 它好像水仙花 但是我覺得 都挺壯觀的 我覺得 因為真的在別的地方 是沒有機會看到這些樹的 這個樹齡是六百年 這個樹齡是六百年 現在我們來看瀑布 那現在呢 我們首先去看男仔瀑布 那為什麼會說他們是 Couple 是說他們是情侶呢 因為呢 右上這邊這個 水打來的感覺好像 比較厲害 所以就叫他做男仔 然後我們現在走 上來瀑布的後面 在瀑布後面看下去 震撼很多 漂亮很多 其實說真的 在那個位置看 就真的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站在他後面這樣看呢 又變了一番風味 是不是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忽然間 轉了鏡筋呢 因為呢 我實在太冷 我本身那條大一點 就這樣遮住我的腳 然後這一條呢 我問其他人不遮的 所以瀑布這個位 可能因為有水的關係 所以是冷一點 現在呢 看完男仔看女仔 然後呢 有個位置可以 走近過來 女仔多一點的 女仔? 的確是比較溫柔一點 它的瀑布流下來的感覺 雖然是一個桌頭 所以我覺得大 名字都改得挺對的 你只要把這個石頭丟到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許一個願 那一定會成功 可是你們看的上面呢 都是很大塊的 所以你們都要丟大塊的 兩顆 兩顆 我看看會不會中 差一點了 反彈的這一顆 算了 自己努力會比較好一點 鐵柱模型針 你成功了 哈哈哈哈 只要恢心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哈哈 體育樂 超漂亮啊 哇 來海邊看 植羊真的超級 這個感覺很激動啊 開心 雖然現在很冷 但是看到植羊這個開心感 其實是遠遠是超出這個冷的感覺 所以非常值得來一看 看完植羊呢 你吃我今天期待了非常之久的鮑魚 這間餐廳是特別 是出名吃貝類的 但是鮑魚呢 是特別出名的 所以我們 今次就是鮑魚餐 可以生吃嗎 那我可以生吃 哇 為什麼 沒有就是生吃 好吃啊 我的意思是說 今天怎麼可以 米酒 米酒 好 它不是韓國那種米酒 嘖 試一下這個 好棒啊 它這個背後好漂亮啊 哇 它上面都是鮑魚 哇 茶碗蒸 是一定會有的 是不是他們的基本菜 這邊有一個 哇 它超大的 鮑魚 超大的 整隻手這麼大 嗯 嗯 它已經滾起了 先試一下 嗯 嗯 非常的鮮味 它的調味感覺上 好像沒什麼調味 可能輕輕放一點點豉油 哇 但是鮑魚本身的甜味散發出來 救命 鮑魚呢 我都要喜歡吃 熟的鮑魚多一點 圓身蛋的 因為生的鮑魚 通常 韓國吃的醬油鮑魚 都會是 爽口的 其實個人來說 就賴口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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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聽到是硬身 但是它超好吃的 很想說 因為我平常吃的都是醬油鮑魚 醬油鮑魚它會比較有醬油味 但它這個是新鮮鮑魚 鮮米是好吃的 先撇除它的口感是硬身碎身之外 我是喜歡它的味道 我覺得怎麼知道剛才可以更加帶它 它鮮甜出來 哇 它這個超級加分 令我對鮑魚刺身的印象 嗯 還有其他魚 鮑魚刺身 嗯 這個魚很好吃 那個 剛剛我們在博物館也看到 那三隻錶碗的上面那隻 它超級彈油 很好吃這個 哇 我平常不喜歡吃彈牙鏡 魚生 但是這個又出奇的好吃 雖然呢 餐餐吃海鮮 但是 每餐吃海鮮的感覺都是不同 雖然不會說吃得很厭 或者什麼 喜歡吃海鮮的 我覺得一定要來人其中 拿肉 拿肉更加脆 很香 很香 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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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因為吃完生菜之後 你會覺得可以吃點熱的 然後這個時候你吃一片超香 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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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都 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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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天婦羅 對着海邊吃的好吃 我們在這個島的最後一頓就是吃一個天丼 就是海鮮天婦羅的蓋飯 超級期待 他們說是倒極高的 來到這個島其實基本上都是吃海鮮的 這幾天其實我們沒什麼吃炸的 我們全部都要吃很新鮮的刺身 或是shubble-shubble 所以我這次的炸東西超級期待的 好 除了天凍之外 還有拉麵的 哇 旁邊的雪雪聲 好好吃的感覺 哇 等等 來了來了來了 哇 它明明太誇張了吧 有茄子 有冬菇 這個是蝦菜 後面這一塊都是菜 後面都有 這個天凍是850元 50多元 超便宜 拉麵 先試一口拉麵 來到日本那麼多天都沒吃過拉麵 它是鹽味拉麵 不過拉麵不是重點 我要吃冬飯 試一下這個白飯 它是昨天的裸肉 它好吃 它好吃 它是甜咖哩 它好不像我們平常吃的口感 脆 炸的 不知道什麼醃 我覺得這個醬很好吃 這個粉不會特別太厚 然後不算是太膩 它這個炸出來的感覺 我覺得天凍是要加滿滿的沙拉醬 才好吃 我覺得它南瓜炸得超級棒 就是這次的粉蠅 開始 就算了 去糖蠅 來進去了 這個粉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